本地孔雀有的頭低低抬不起啦 還有這隻側躺在樹葉堆裡 閉上眼睛 遊客逛獸山動物園 看到這景象 以為孔雀集體生病 嚇得通報工作人員直呼出事了 用看得好像有點像死掉 應該是中暑在休息 死掉了嗎 不是 他們是在做月光日 希望他們可以活蹦亂跳 對對對 這樣我們比較好拍照 照看照片真的會以為 孔雀們不行了 但實際走一趟動物園有情天地 孔雀們活蹦亂跳 沒事啦 原封解釋其實孔雀們 集體躺下 並非不舒服 反而是開心地在享受日光浴 那他們其實是正在曬日光浴 可以幫助我們這些鳥類補充 它身體的維他命D 那另外也可以幫它 取除腎上的寄生蟲 孔雀日光浴時間 大多是上午或接近傍晚 太陽不那麼毒辣的時候 但不只孔雀常被誤會 羊駝是第二名 像是迷你馬 那或者是羊駝 可能在休息的時候 也是整個側躺 乍看之下會以為 他們可能是身體 是不是有不舒服 還有河馬香香 也曾被拍下服 在水裡動也不動 把遊客嚇壞 但其實河馬很會憋氣 三分鐘後就看到它 把鼻孔露出水面喚氣 其實剛剛它可是在水中 享受SPA SUYA 再看看這三隻狐蒙 睡得不省蒙事 頭埋在沙堆裡 乍看也想問問還好嗎 其實也是狐蒙的五熊日常 不過大部分時間 動物們都很有精神 想親眼見到牠們倒下 曬日光雨的畫面 反而還很難得 近期會林青杜英杰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